大家还记得吗 这就是麦当劳的牌子 麦当劳是前景上最大的商用地产公司 有些人可能问我 麦当劳不是做汉堡的吗 它怎么是地产公司呢 这你就不知道 这个麦当劳 做麦当劳这个厂家 也就是那个兄弟俩 麦当劳兄弟 他们是研究汉堡的 怎么把汉堡做成什么样 怎么做 但是发扬 或者说真正把麦当劳餐饮 做成世界连锁的 是另一些人 或者另一个人 因为它其实也是个团队 应该说另一些人吧 比较精准一些 他们这些人的方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选择一块有发展潜力 也就是说这边人比较多 有一定消费能力 但是还没有形成商业区的地方 麦当劳做出这个调研之后 他就把他的公司开过来了 开过来之后呢 这个这块地方因为有麦当劳加盟 就变成了一块商业用地 很快就形成了一块商业用地的区域 可是不要忘了麦当劳是最早去那里的 所以说这个很快 他这个地价就水涨穿高 而且他买的是最低价买入的 之后加盟他的都给先买地 才能加盟他 所以说麦当劳是全世界最大的商用地产公司 可以说在这个保加利亚的这个索菲亚这个城市啊 几乎被麦当劳垄断了啊 全都是麦当劳的牌子 各种广告 到处都是 甚至在地图上 就是你在这个索菲亚的地图上 可以看到麦当劳的身影 就是哪个地方麦当劳他给标出来了 俨然是跟那个名胜古迹啊 是一个行列的 就是你很搞笑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在一个国家的地图上 能看到麦当劳的身影 而且是用特大这个这个这个符号标出来 就跟那个名胜古迹一样 这我再谈谈一遍 非常的有意思 我从来没有见过 所以说你看中国有个城市叫长春啊 长春据说就是说吉林大学把长春包围了 吉林大学到处都是 这边呢 我觉得索菲亚就是麦当劳把这个索菲亚包围了 那么从那个购物区这边一出来 就是这边就是购物区 麦当劳的牌子的这边 一拐出来 这边俨然就没有了 没有了任何的商店 是一个公园 公园非常之大 绿地却非常之少 因为中间都那么是气的是砖头 像这种公园我是最反感 因为没有绿地 鸽子倒是不少 这鸽子怎么是个白头鸽 是少白头啊你是啊 这边这个公园还是修的还挺有特点的 我们进去看一看吧 虽然说没有多少树 但是有一个宏伟的建筑在前面 哎呀 炉基是夕阳夕下了 六点半 这个时候我觉得气氛是刚刚好 我到的时候 那么那中午太热了 游客的表情啊 这些人也不知道是不是游客 都是很木讷 哎 这边有喝水的地方 我这儿有洗几我的手 啊 电号 免费的